第二條就很簡單,因為用分n 所以a大約等於1乘以5乘以10 所以就是50 b大約等於6乘以2乘以30 不是乘以3,是除去加 加30 那...42 6乘以2,我看到6乘以2 6乘以2 第三題是Compatible Numbers A大約等於 換數了 0.51 大約是0.5 即是一半 計算出來便是好數 所以是31 B 594.9 除0.25 104 後面的數都很明顯 應該是要除0.25 前面的數是多少呢 因為接近600 600除0.25 是正確的 因為594.9 變成595 去除0.25 所以 變成600 就最好 即是說 Compatible Numbers 你可以換多過一個數 這個都要留意 即是600除4 1 2 5 欸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是成 不是成 600 除0.25 即是6 8 6 4 24 然後 第四題 Custering A 142 134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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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全部都接近140 很明顯 現在 1 加起來 5 140 相加 所以 140 乘5 700 B 大約等於多少呢 這個就是剛剛提到 你看到有加有減 所以我們看到後面的數 其實全部都接近25 所以 85 85 減25 乘2 加起來有多少個 1 2 3 4 5 就是乘5 所以 25 乘5 1 2 5 1 2 5 1 2 5 再給85 乘40 然後 20 20 20 不搞它 成後面的數 Custering之後 全部接近40 所以 乘2 5 40 200 再乘2 20 就是4000 最後D 了 前面的4個數 接近30 除以5 變成6 對不起 乘4 取6 寫漏了 對 因為 有4個30 乘4 乘4取5 所以 所以 120 再除5 就是24 好 然後 之後 就 第三部份 我們看看 先按個時間說 夠時間說 未必夠時間做例 不過不要緊要先說 一個叫 Extimation Strategies 那幾個題目就是用這個方法 它說用什麼方法 題目問 是喔 喔 題目說用 雙容數字發明 即是 11E 0.216 乘488 減32.2 那 compatible number 0.216 乘2 488 即是0.2 是吧 乘488 488 可以不動的 因為0.2 即是除5 咦 不是 除5 除5除不進 我們把400 變成多少 500 500 然後 減32.2 減32.2 可以把它變成30 簡單一點 接著 就等於 除5 即是100 減30 即是70 簡單 你落得多 那 至於F 呢 條數 就 449 乘0.334 就再 加 118 那 449 0.333 嗯 449 就接近450 那 那 為甚麼要變成450 因為0.334 其實大約等於3分1 因為3分1是0.3333333 對吧 那 所以我們將它 就變成3分1 那你就見450 可以給3 整除 對 然後再加118 那 118 可以照用 因為 數目都是齊籌數 對 加數 如果你說小數 像剛剛的32.2 你就變成32 30 就乾淨利落 那 所以就 15 sorry 450 150 再加 118 對 2 6 8 就是這樣 那 這個叫做 compatible number 14b 14b 這個我們還沒學 那先說 那 另外呢 estimation strategies 那是甚麼呢 那其實呢 簡單一點來說 我們先跟它說 第一個叫做reformulation 調整數字 所以你見其實有很多方法 那變成 就是 做的時候呢 就是很多名字要記 那我們看看是甚麼來 第一個 用我們上面學的其中一個方法 他把這些數字轉成 一些數值 然後計算到約數 那 1.17 4.75 0.599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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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抽數 加起來 那把它用 Fundain的方法 你看 不是 Fundain 4.4.5入 全部準確到 個位數 那所以 1.17 變成1 4.75 4.75 又變成5 0.999 盡位變成1 1 3 那就是11 那第二個呢 我們叫做b compensation strategy 補償策略 那是甚麼補償策略呢 那 那這裡他有說 make adjustment to initial estimate so as to rise the degree of accuracy of the estimation 就是增加那個 股算的準確性 我們做 就是要做一個 調節 那這個調節是甚麼呢 他有說了 補償策略其實就是 我們 普通人所說 就是我們剛才也提過這個字 拉上補一下 8 例子 8288 乘4.93 他就把一個數 按小 變成8千齊頭數 另一個數 推翻高 變成5 你成的關係 如果你一個變大一個變小 其實就是打了一個和 那所以呢 這樣做呢 就能夠準確了 因為如果你說 我兩個數都 舉例 譬如我8288 變成8300 乘以5 都可以的 都齊頭數的 都好數的 但這樣就沒有這個那麼準了 因為你看到呢 我8300乘5 就兩個數都變大了 那你成出來 就大 你本身應該有那個數 OK 本身應該沒有那麼大 那但是呢 他現在寫的方法 將8288變成8千 而4.93變成5的話 一個數變成一個 一個數變大 就是成出來的數 就不會差太遠 跟原本最真實的那個數 OK 那這裡也是類似 2008和4.93 將它變成300 和變成5 那你見呢 這個比較奇怪 一些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我講得不對 我講錯了 他將兩 將整個數 他不是拉上補限 的方法 我講錯了 他是怎樣呢 他將數拆開來做 拆開一些 容易一些的數來做 他將8288 就拆開8千 和288 兩個數 分別成4.93 然後兩組數 就各自自己做 那4.93就變成5 4.93就變成5 4.93就變成5 而288就變成300 然後再將這兩個數 加起來 那就不會差太遠 那當然 其實你 等於我們把 剛才8300 乘以5 但是 8300 乘以5就沒有 拆開兩個 來計算這麼簡單 因為我們假定 是我們 想盡量將 不算的步驟 盡量簡化 所以如果數越簡單 就越容易做 8300 乘以5 相對我將 8000 和300 拆開來計算 後者化一點 那 那 3 就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也是 剛才你問過 那一題 14 那怎樣呢 change the order of numbers or the operation in a given expression so as so that the center the entire expression can be estimate more easily 那看看例子就知道 不是 他通常那些東西 你聽完都是一夾雲 9乘以6 4 1 除72 這個例子是 那他怎樣呢 就將他那些 乘和除的次序 就執一執位 他的概念就是 執了位之後 再做 就能夠令到 你容易些做 他說 9除72 沒錯 9乘 6 4 1 除72 就是9和6 4 1相乘 那你誰乘誰其實無所謂 所以他就把次序倒轉 6 4 1和9 倒轉位 然後再除72 2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大約 14 4 1 因為他有少數 所以我不知道 這裏 看完先 這裏 641 就變成640 然後就乘 9除72 所以 所以 乘9除72 就是乘8 所以他將他執一執位 再做 測試 就和他們容易解釋 因為640 本身就 和72 就 搞不完 但就和8 可以搞得到 這個概念是這樣 那現在你的例子呢 14 boy boy 是 先抄了 哎呀 我們說完這個 14boy 用下面的位置 14boy 呢 數字就是 0.24 除293 乘215 好了 293 493 不是293 不是293 除215 那 其實都是將這些數字執位 那執位 我先寫 0.24 其實大約等於0.25 那 493大約等於450 那所以呢 他們兩個數字 相除 再乘215 再乘215 我們可以 先整理一下 先的 就將 0.24 乘215 再 除 493 0.24 就變 0.25 乘215 就 再 再除 除500 0.25 就是4分1 215 除500 看看 215 變成 還是0.25 變成分數 不 沒有分別 只是4分1 你想4分1和0.25 其實 在你的腦裏就沒有分別 寫出來就不同 那 215 本身 應該是這樣 將215變成200 那我怎麼知道 將215變成200呢 因為0.24變成0.25 4分1 和4分1 就是 可以比 就是 成或一除的 倍數 那 所以這裡 就 200 乘4分1 就是 50 再除500 那就0.1 這樣會 簡單些 所以 想變成什麼數的時候 其實就 雖然215本身 你看到好數 也可以比 5整除 但是你看到 在這裡幫不到我們 因為 這個數本身是0.25 就是4分1 那 所以我們 就要將215 就變成一個 就是可以和0.25 合得到的數 或者4分1 那 200就最好了 大致是這樣 好 講到這麼多 那下課 兩份筆記都拿回來 看看我們 還有這裡剩下的 然後就看看有沒有時間 教上課那份 那 今天講了什麼 先